他最新的定义跟名词叫做独角兽 你就是一个台独 百分之百台独 可是你又不断地在对你的台独定义 做狡辩 非常的狡猾 中华民国113年生日这一天 侯版召开记者会痛批赖清德台独 因为赖清德曾在辩论会上 说中华民国宪法对台湾是灾难 我很怕 接下来他会不会说中华民国宪法是塑胶 是垃圾 这样的说法真的是一场灾难 你认为你是在竞选台湾国的总统吗 质疑赖清德台独立场不演了 侯版更翻出过去赖清德就任副总统的宣誓 于必遵守宪法 效忠国家 如为誓言 愿受国家严厉制制裁 显见赖清德的心中 根本就是不认同中华民国 侯正英在打赖清德台独争议 而目前蓝绿选情依然焦灼 正传媒公布最新民调 赖孝配以31.5%排第一 侯康配28.4%紧追在后 至于柯英配25.2%垫底 民调起起伏伏的 我们都会把它当作参考 选战进入最后倒数 蓝绿民调持续紧咬 陷入近身肉搏战当中 华语新闻张响与李定强 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